这个消费升级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品质和服务的升级 而不是价格的升级 这是茅台医院的主张和观点 在尽管我们会在消费区域方面 检修工艺和确保这个品质 就是茅台区的钱量比较免费 第二个 现在茅台区来用东南球 许多地方没有打球 茅台医院的生产会有很多的霸气 我就希望把霸气消除掉 多一些服务仪式 让那些想喝酒的人 能很好地去买到酒 在喝酒的时候 能俗心地喝酒 愉快地喝酒 我觉得这个消费秩序 对茅台来讲不是价格的神奇 而是品质和服务的神奇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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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